大家好 這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8月9日星期一 今天的內容會很紮實 可能會長一點 希望大家聽到尾 還有view數跌了 幫我多點分享 勞勞你 我盡快開始 我現在開始了 很紮實的今天的內容 唐福懲教所7日一名41歲的在囚人士 襲擊另外一名32歲的在囚人士 被在場的懲教人員制止 事件中受襲的在囚人士面部受傷 經院所醫院 即唐福懲教所裡面的醫院 檢查和治理之後 是要轉介去公立醫院 作進一步的診治 而施襲者是沒有受傷的 不用送院 情教處在8日表示 事件已經交給警方作進一步的調查 打人那個是因意圖搶劫 而襲擊他人的 被人打的那個是因暴動罪而被判入獄的 消息就說 受襲的32歲在囚人士是因爲2019年8月 癱瘓機場而被控暴動罪而判監45個月的邱文徑 他花名叫椰子 事件發生在昨天下午 因為他昨天出報道的 所以我昨天沒有讀 所以現在要讀回 是7日下午6時42分 一個41歲的男性在囚人士在返回囚倉途中 襲擊邱文敬椰子 在囚的懲教人員見狀已經立即制止施襲者 並叫保安組到場 那我和椰子是相識的 我現在會嘗試去調查這件事的始末 我一定會作進一步的報道的 我是不會被椰子被人欺負的 這件事我們聽到 認識他的人都很生氣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拿來做頭條 會不會是有些某些勢力人士 或者某些機構下訂單打他呢 因為以我認識的椰子是很善良 是不會惹是生非的人 我很生氣啊 我會作進一步的跟進調查 學蘋果的前輩 大家等我消息 政治犯被人搞大家都不是第一次聽 我在這裡講一下以前的事情 出了策的梁凱晴 前官堂區區議員 他入策的時候 就跟其他犯人不和 他自己去提出所獨立倉 他都不肯 這樣也可以 我自己想一個人 鎖水飯房都不給 處方是這樣說的 他說調查之後 並沒有實際的證據 支持梁凱晴的說法 拒絕他轉倉的申請 去到梁凱晴那時候去探訪期間 發現梁凱晴藏了一張紙 他在這裡 寫有職員和其他犯人的資料 為而 以此向探訪者透露資料 作不發用途 因此對他作出紀律調查 如果他不是政治犯 會不會這樣呢 為什麼政治犯進去 會被人恐嚇呢 真的很奇怪 大家都知道懲教的東西 進去 他寫出來出來就是 講到是 更多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弟弟我也坐過牢 裡面真的很不人道 打反 當然 你寫他他不敢打你 在成人監倉 他就叫人來搞你 不知道剛剛椰子這件事是不是這樣呢 我也不知道 我猜的 我在問懲教人員 會不會是這樣呢 至於天氣熱都沒有辦法的 因為你坐牢 政治犯和刑事犯都是一樣 這樣就不只是政治犯才是這樣的 但我也希望 懲教 可以改善一下 真的很熱很熱 因為 我認識一些政治犯 他是有寫信給我的 誰就不能說 他是熱到想不到事情 你不動的時候 你只是坐在那裡 他寫信給我 他都滴汗在那裡 那個人 真是 好慘 希望 前議員邵家樽可以繼續跟進 他的石牆花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 感官媒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拍攝了一系列相關的精品節目 並將節目給鄭宇這個香港傳媒 今天舉辦展映啟動禮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支持的時候就指 現在是要給全港市民了解共產黨百年奮鬥 培養愛國情懷的重要機會 政府會全力支持中央台節目在香港媒體播出 香港電台也會積極配合播放 今天起 港台會陸續播出 央視製作的慶祝 建黨百年節目 包括七一勳章頒秀儀式 劇集大決戰 跨過鴨六江等等 他又這樣說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即是CCTV 不是CCTVB 不是CNG 是CNG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其製作的節目是首屈一指的 他說他本人 經常收看 是央視的忠實粉絲 林鄭月娥說 去年2月29日 是太子站831事件半週年 有市民在旺角一大悼念 其間一名副警兼教師 被指向人群拋窄水樽 早前被裁定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罪成 還到今天9日 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判刑 裁判官鄭念慈強調 看不到被告有任何悔意 故拒絕社會服務令 裁判官又指 雖然本案只涉及一個膠樽 沒有人受傷 也沒有引發大規模的騷亂 但其行為可能會引發其他人訪校 造成涟漪效應 須判處短期監禁 以收阻嚇之效 最終判囚七個星期 鄭念慈法官 判了副警兼教師七個星期 扔水樽 前年10月27日 網民在尖沙咀發起追究警暴集會 當晚在長沙咀政府合署外聚集 其間政府合署遭到汽油縱火 一名電腦技術員被指在起火處隔離逃走 被警方搜到背包後裏有二燃液體和報稅等物品 今天在區院承認暴動罪 法官陳廣詞押後到8月27日判刑 陳廣詞形容控方已經很仁慈 指被告當日的裝束行徑和管有物品 控方絕對有法理基礎控告你串謀中火 現在的暴動有何仁慈 剛剛說過 扔水樽判了七個星期 這個陸巡退休老翁被指在前年七月 在元朗連龍場附近揮刀刺向藍圖人 經過審訊之後裁定普通襲擊罪成 判籌都是兩個月 這個老翁還要不服定罪和刑期上訴 高院今天攀下半遲 駁回上訴為遲 判不用加你監也好 老翁即時服刑 對於老翁聲稱當日說 葵刀是想清理連龍場 法官說那時是正直社會動盪之時 老翁帶生果刀去案發現場 非明知之舉 認為以老翁的人生月曆 必然會考慮到現場有人可能會情緒激動 假如不同意見的人士對他挑釁詆毀 一旦在唇槍涉見間 案內不住拿出生果刀對詞 猶如火上加油 情況一發不可收拾 這個68歲的阿叔叫曾遠泉 他早前被裁定在2019年7月27日 在元朗廣場行人天橋 襲擊事主謝佳明聚成 判囚兩個月 應該是沒有用刀去刺人 但是用拳頭 還是怎樣我都不知道 都是兩個月而已 還是水樽七個星期 科大今天向全校的師生發出通告 要求所有的科大成員 遵從疫苗接種及定期檢測安排 並透過互聯網聯會系統提交紀錄 以便學校發出電子通行證措施 九月一日生效 未能提交紀錄者 將被禁止進入校園 和學生宿舍 圖書館等設施 是所有學生 教職員 及其家屬容工 承辦商員工 必須提交疫苗接種 或者定期檢測紀錄 否則不莫發通行證 禁止進入校園 我學生想回來 好吧 好吧 我不知你想怎樣 科大 花了四十億 起的海洋公園水上樂園 會在下個月21日中秋開幕 午時開始網上售票 開幕初期提供優惠 成人票價三百二 三至十一歲 兒童二二五 長者和殘疾人士足夠半歲 剛剛開放售票大約十分鐘 系統顯示已經有過千人排隊 要等候超過一小時 輪候的扣票人 可以透過登記電郵系統會議電郵通知 香港人真的很想去玩 受敗十分鐘已經有過千人排隊 看看有沒有什麼跟進 我再說 一傳媒剛剛公佈 將軍澳工業村 進營街八號的前營業場所所租的地方 附屬公司已經向香港科技園發出退租通知 已退出這個地方 但他不承認有任何違反租約條件行為 那即是一傳媒已經全面向你政府投降了 不要再搞一傳媒的人了 政府麻煩你了 有一間連鎖普通話教育中心租林友和藏雜 警方拘捕了八個男子 包括兩名十六歲的少年 警方表示該教育中心六間分校上個月租林洪有收數 上週另外一間分校再租七人車撞集破壞 我想大家都知道哪間 造成約兩萬元的損失 警方調查相信因為負責人也是金錢糾紛的 金額是涉及八位數字 就不是借大耳窿的 十六歲就是林洪有的 警方分別接報紙六間中心分別在中環 麗芝國、將軍澳、洪磡和荃灣 是屬於同一個集團的普通話教育中心的 差不多同一個時間被人林友和貼上收數字條 去到上週三的凌晨 該集團的九龍堂一間分校被七人車撞集 十六歲你就去做這些事 不要啦好不好 反正也是我幫你開名 叫郭瑞普通話教育中心 趁現在還有熱度要說些奧運 不然遲點沒人聽 東京殘路月底會接力開幕 大家都記得支持我們港人 香港會有二十四個雙健運動員 出佔八個項目 一眾港隊成員已經準備就緒了 其中輪椅劍擊運動員余翠兒認為 本屆奧運港隊得到好成績 自己都感到鼓舞 希望港人繼續關注運動的疫情 繼續支持殘奧 加油吧 只有三千元一個月 蘇偉華 他說他們政府資助殘奧運動員 只有三千元一個月 真慘 昨天落幕大家都知道 港隊今屆以一金二銀三銅的成績單 創下至1952年參加奧運以來最標秉的成績 拿到獎牌的運動員 當然是成為大眾的焦點 但是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拿到資格晉身奧運的運動員 都是經過黑虎 漫長 甚至孤獨 的訓練 甚至很多人付出了很多努力 才可以去到奧運 我就在這裏講講 我們今屆奧運會 就是剛剛落幕的奧運會 有四十六位香港的運動員 我講一下他是哪四十六位 介紹一下給大家聽 滑浪風帆代表陳希文鄭俊良 陳希文九歲開始玩滑浪風帆 到現在超過二十年了 他曾經因為意外而要撤除皮狀 今屆獲得前八的理想成績 他說他已經無憾奧運夢想 準備拉上天槍 鄭俊良叫Michael 則以總成績第十三名完成畢業 這樣也好 希望政府也給他一些資助 我知道前八一定有錢 十三名就不知道 跨欄的代表陳重宏 三十歲的陳重宏 四年前就辭去配樂員工作 全職苦練 終於以外卡身份 仍然首個奧運舞台 也是香港首個入選奧運的 男子跨欄選手 陳重宏 驚報鄭小雅 現在世界排名第三十八位 2007年還是中學生的他 參加當年的港鐵競步賽 由於是首次接觸這項運動 只是能夠靠比賽小冊子和網上學習 獲得到那年的第三名成績 並被當時的教練 Billy看中 並在今屆出戰奧運 程小雅 競步選手 三項鐵人 Oscar 年僅21歲的 英裔港人Oscar 以第三十三名完成賽事 是三項鐵人的賽事 創下港隊歷來的最佳成績 受到疫情影響 他足足花了三年的時間 爭取奧運入場券 終於如願以上 Oscar 三項鐵人 英裔港人的選手 羽毛球的代表 吳家朗 鄧俊文 謝影雪 張艷怡 在港隊一哥 吳家朗的領軍下 見證混雙組合 鄧俊文 謝影雪 歷史性打入四強 而張艷怡難堪上屆的銀牌得主 於小組賽止步 另外吳家朗的事情太多了 我都講了很多 那我就不再講了 但我一定要講一句 我屌你老母 穆家俊你搞得不乾了 要不然 他真的有機會贏 他打贏過岑龍 打贏過林丹 好看 你不是跟著對壹地拿電話 鼓高爾夫球 北京的 在美國 代表 陳梓晴 陳梓晴 特朗 13歲就受到父親的鼓勵接觸高爾夫球 是香港首位參加 女子 高爾夫球職業賽的球手 他在不同的賽事都屢獲皆職 包括14歲就參加這個美國青少年業餘高爾夫球錦標賽 高爾夫球 陳芷晴 馬術的代表 何彈華 何彈華是代表香港首次出戰奧運的騎手 他火柏馬匹 B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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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總成績 42名結束 東京之旅 他坦然 感恩能夠達成望乎的奧運夢 並將全力出戰 全力備戰這個明年的亞運 維港真剛 馬術何彈華 其實我們香港賽馬事 金鳳伯 賭馬 我講的 是否馬會可以資助一下 可以撥些資源去撐下馬術 是的 公路單車賽的代表 蔡曉峰 蔡曉峰是香港體育學院職業車隊的成員 擅長 公路單車賽 過去世界奧運會 都有香港藍車手身影 公路單車賽向來都是挑戰 難度甚大 這次的路線 徹在富士山 只要踩完就完成任務了 他這樣說 是成功完成任務的 公路單車賽 蔡曉峰 賽艇 洪詠欣 得22歲的洪詠欣 是奧運的新鮮人之一 第一次參加奧運 他16歲就開始接觸 這個餐艇運動 中學畢業的 中學畢業開始全職運動員的生涯 至今只是短短四年就拿到東京奧運的入場券 並成為首位 枝新奧運半準決賽 即是頭24名的香港女將 賽艇 洪詠欣 帆船 洛瓦儀 現年20歲的洛瓦儀 早在89歲就開始接觸 這個帆船運動 至今參加多項地區和國際賽事 今次東奧 完成了這個女子激缸 雷射型單人艇 最後的兩場比賽 總勝職排名39 帆船的洛瓦儀 這個大家都認識的 空手道代表 我昨天讀錯名 劉武常 常會被視為 港隊今屆的獎牌希望之一 她在淘汰賽以小組第二名晉級排名賽 最終在女子個人 個人型項目 奪得一面銅牌是香港空手道的第一人 亦都可能是史無前例的奧運 空手道 個人型的 銅牌得主 因為 後面都不知道 還會不會有這個比賽 但是 很多人說她藍到金 讓我溝他回來 溝到我變回王 空手道代表 劉武常 馬拉松 馬拉松游泳的代表 方仁 得18歲的方仁 在東京奧運 馬拉松游泳資格賽 在藍紙10公里 賽事以亞洲第一的身份 獲得東京奧運的入場券 最終是以第22名完成賽事的 馬拉松游泳代表 方仁 體操的代表 石偉雄 他現在也有出廣告 我想大家都有看 29歲的石偉雄擅長這個跳馬項目 曾經出戰2012年倫敦奧運的體操全能項目 項目 2018年 在 雅加達亞運狀態回勇 衛免跳馬項目 贏了跳馬項目 在亞運 2019年 2019年 連奪兩站世界杯跳馬金牌 並在世界錦標上鎖定今天 鎖定這個東京奧運的資格 但資料就沒有顯示他 拿到什麼 有沒有拿獎牌 還是什麼 分組賽出局那些就沒有說 如果有興趣可以查查 體操的代表石偉雄 很出名的這個我也經常聽他的名字 長地單車的代表 李衛斯 李凱恩 龐堯 楊善玉 梁寶儀 港隊派出一男五女的車手 牛下女車神李衛斯 勇奪這個曾仙賽的銅牌 成為眾人焦點 他的隊友李凱恩 為了追逐這個奧運夢 辭職 更加暫別這個未婚夫 加入港隊 更多次因賽事受傷 女子 麥迪遜賽就由生於這個大年的龐堯 遼寧出世的楊善玉 和早在2004年展開兼職運動員生涯的 梁寶儀 力爭這個獎牌 但是他就沒有說 他們行不行的 不過行的 香港傳媒都不斷爆了 我想都是不得多了 不得的意思 可能分組賽 小組賽 出局那些 是的 但是我對他們都是無限敬意的 無限敬意的 你代表香港隊 就算是大陸人都好 我都是大陸仔來的 對不起 我給大家一個逐集 因為太長了 我現在要出節目先了 真的太長了 現在香港時間7點多了 我還要弄完這片 大家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輝贊助 明天會有下集 和介紹 他們背後的教練各樣 大家記得留意 我講到場地單車 還有繼續其他代表的 好精彩的 拜拜